我们都知道有三个原因会加速皮肤的老化 分别是阳光里的长波子外线 UVA造成的光老化 自由基造成的氧化 还有糖化 那么除了少吃糖之外 什么营养素能对抗光老化和抗氧化 让皮肤变好呢 有维生素E 维生素C是抗氧化剂 维生素C能够在细胞外部形成保护膜 阻断自由基 锁住水分 促进深层胶原蛋白 白嫩肌肤 维生素E能够渗透细胞内层 防止细胞氧化 阻止色斑形成 保护细胞活性 而且量着一起协同作用时效果更好 还有贝塔胡萝卜素 番茄红素和叶黄素是天然的防晒剂 能够保护皮肤细胞免受阳光晒伤 还有米加三脂肪酸能够帮助消炎 最后还有可可多酚和白磷卤醇 那听完这些营养素后 你知道哪些食物里富含这些营养素吗 第一种是牛油果 虽然有些人很喜欢吃 但也有些人不是很喜欢它的味道 但它是维生素E和维生素C很好的来源 另外在2010年的一个研究中发现 来自牛油果里的多腔激化脂肪醇 可抑制炎症反应 并且防止紫外线引起的皮肤细胞损伤 第二种是黑巧克力 因为有可可多酚 有研究发现 每天吃20克黑巧克力 可以让皮肤在损伤之前 多承受一倍的紫外线辐射 当然尽量要吃黑巧克力含量高的 不然会吃进去很多糖等于抵抗了光老化 但却被糖化了 第三种是核桃 它可能是坚果里含维生素E最高的了 而且还富含欧米加三脂肪酸 第四种是红色和黄色的菜胶 它们是被塔胡萝卜素的好来源 而且维C的含量也不少 第五种是西兰花 除了它富含液黄素这种天然防晒剂之外 它还有一种叫萝卜硫酥的化合物 也是能综合有害的自由基和开启体内的保护系统 第六种是番茄 因为有番茄红素 不过有些朋友觉得现在的番茄不好 那也可以考虑西瓜 也是含有不少番茄红素 但也是不要吃多 因为西瓜也有一定的糖分 第七种是红葡萄 主要是红葡萄皮上有白鲤卤醇 但如果你把皮去了 那等于没吃 最后是各种油脂含量高的鱼 比如三文鱼 金枪鱼 青鱼等 不用说就是因为它们5米加3脂肪酸含量高